其实Ctrl Shift加T在这里面有没有快速键 因为我是记那个快速键 你们记一下那个Ctrl Shift加T Ctrl Shift加T就是重复上个动作 Ctrl Shift加T就是重复上个动作 Ctrl Shift加T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那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有没有Ctrl Shift加T它会绕一圈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除了Ctrl Shift加T之外 重复上个动作之外 我如果可以复制的话 那不就快速产生12道光芒 那在Photoshop里面有复制的按键就是LT 所以你如果说Ctrl Shift按住加T 它会重复上个动作之外 你再按一下LT LT按住再加一个 就是Ctrl Shift加LT再加一个T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可能要练一下 我相信大家等一下一定会发生问题的 不信的话你们试试看 因为呢 一些细节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很容易就做不出来 容易做不出来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这个国徽就产生 所以请你把这个档案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另存新档 然后名称的话呢 请你再把它存在你的随身碟里面 然后 这边的话 就是加上 前面加上那个 你的学号好了 你的学号加姓名 比如说你就 990001 然后某某某 你的作业 OK 先做一个国徽 把它储存起来 OK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 国徽就做出来了 OK 那等一下我们还在做什么 再做一个国旗 国旗部分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国旗的部分 把它做出来 国旗部分做出来 OK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